基督徒七个活在爱中的秘诀 1.先去爱别人,不管别人对我们怎么样。 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 2.学会先改变自己,成为可爱的人,我们周围的人会有真正的改变通常是因为感受到爱。 3.即使别人不改变,我仍然爱他们,但别人若为我们改变,我们感谢他们,归荣耀给神。 4.相信有爱,当我们没有感受到爱,并不等于周围没有爱,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被伤害的情绪中只看得见负面的东西,或者别人不是以我们可感受的方式和按我们的需求来爱我们。 5.拿起心灵的笔,用心记录别人的长处和优点,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慈爱的面容。 6.爱就是彼此珍惜,学习享受共处的时光,倾听别人的诉说和分享,为别人的益处和难处着想。 7.学会饶恕和原谅别人才能活在爱中,也要能请求别人的饶恕。 7.神的大爱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救恩来饶恕我们的过犯,赦免我们的罪。 8.耶稣说,我爱你们,正如父爱我一样,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 9.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,就藏在我的爱里,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,藏在他的爱里。 9.耶稣说,我怎样爱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 9.活在爱中,就是常在基督的爱里,就是跟从耶稣,照着他的话去爱人,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人。 9.人 kan